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是Fora, 我是一位高級文書主任 我曾經在不同的部門工作 無論我在哪個部門工作 我的目標都是為部門作出最好的支援 令部門運作暢順, 使市民受惠 我現在在九龍城財判法院工作 在這裡工作了十幾年 我的工作主要是協助法庭運作 和管理法院的大樓 我在工作上其中一個挑戰 就是遇到當時在2018年 超強颱風山竹吹襲 香港的時候 香港有很多建築物都受到損壞 而九龍城財判法院的正門入口 也是受到損壞 在九龍城法院的正門天花 當時也有大部分的天花掉下來 散步在正門入口 阻塞了這個通道 在颱風過後, 法庭辦公會恢復 和聆訊也會恢復進行 也有很多法庭使用者陸續來到法院 當時遇封了正門 唯一的通道就是在地上 這部升降機上到法院大樓 我們未遇過這樣的情況 始終法院辦公和審訊也會恢復 如果影響法庭使用者進出法院大樓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服務, 影響到市民 而且也會影響法庭的審訊 有所言悟 這也是我們不想看到的地方 我過去做過有幾個部門 每個部門的崗位工作都是很不同的 當中我是不斷有機會學習到新的市民 而且我會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也有跟新的人一起合作去共事 當中我們可以互相學習, 互相分享 令我之後處事更加成熟 而且我的知識會增長, 這是我的得獎 Flora是一位高級文書主任 屬於文書主任職系 我們這個職系現時大約有15000人 分佈在各個決策局和部門 隨著政府服務的不斷提升 和日益多樣化, 文書工作也已經轉型 有不少文書的同事 更加在前線提供公共的服務 和擔當著執行管理的角色 在決策局和部門 處理不同範疇的工作 包括人事, 財務和會計 顧客服務, 發牌和註冊等等 新入職的助理文書主任 除了要接受基礎的培訓 還可以因應工作的需要 或者事業的發展 參加不同類型的課程, 創實自己 我們亦都有定期的職位調派政策 等同事可以在不同的工作崗位 擴闊視野和增長知識 表現優秀的同事 就可以由助理文書主任 晉升為文書主任 繼而晉升為高級文書主任 Flora, 你也做過不同的部門 當中也有不同的崗位 其實每一個崗位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好像我入職的時候 我是做土地註冊處的 當時負責的工作 就是處理土地註冊的申請 我們需要很細心地 將土地轉讓的紀錄 登記到登記層裡 之後我去了警務處工作 我負責一些辦公室的 日常的支援工作 當中包括一些傳檔 和一些人事上的工作 晉升之後 我調到司法機構的 粉凌裁判法院工作 其後再晉升高級文書主任 就來到九龍城財病化院 當副書記長這個職位 除了在文書上的工作之外 還要跟不同的人接觸 處理的工作範圍也很廣泛 其實這麼多年工作裡 我認為是不需要計較多還是少的 無論我們做每一個崗位 我們應該都是把那份工作做到最好 我這次獲得嘉許 是很高興和覺得很榮幸 還有這個獎金給了很大的鼓勵我 這個機會 我也要感謝我的上司和同事 過往給我的支持和協助 讓我可以學習更多 以及在工作上能夠順利